嘩 嘩 大家好 我是Marco 歡迎大家收看《尋有探秘 晚鬼傳說》 在開始之前 亦非常多謝一直以來收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除了訂閱之外 我亦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Facebook和IG 你們的支持亦可以說我拍片的動力之一 其實我最近開了Telegram群組 大家如果有興趣亦都可以歡迎 過來一齊吹吹水 講一下飲飲食食 無所謂 或是跟我馬高去加入一下 連結方法可以按下方的描述欄 連結方法可以加入這個群組 無人歡迎 今集我會帶大家來到九龍城寨公園 位於前身的九龍城寨 這個位置 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相信大家對這個名字是不陌生的 九龍城寨最出名的是甚麼呢 它叫做三不管地帶 當時是香港政府不理 中國政府不理 英國政府都不理 哪個理呢 當時是黑社會是統治這個地方 所以叫做三不管地帶 當時九龍城寨是一個圍城來的 那裏面究竟住了甚麼人呢 包括有很多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人士 以及一些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偷渡過來這邊去避難的人士 還有那裏是非常輕旺的黃島毒行業 還有一些食品工廠也有 所以九龍城寨是一個龍蛇混雜 以及最惡知性的地方 還有九龍城寨的樓宇結構很有趣 它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它的樓宇設計 即是如果你是想去它的四樓的位置 你是需要多上幾級之後 過賣那個走廊 下多幾級才到達四樓 是很有趣的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身後 這就是九龍城寨公園的夜晚 它興建的時間是1995年 而這個地方正正就是九龍城寨位置 上面而興建的 當時拆卸九龍城寨是1993年 當然說完背景之後 怎麽少得今天的主角 九龍城寨的鬼故事 講到九龍城寨 有一個鬼故一定要說 它亦算是鬼故之中感人之餘 還要帶點悲慘的感覺 它是當時九龍城寨的80年代之初 在某一個夏天某一棟大廈 突然之間持續幾個月 很大股惡臭 其實以前九龍城寨是非常多一些魚蛋工廠 而這些魚蛋工廠據說 他們製成一些魚蛋和魚片 他們是使用一些死了的魚 所以變相會發出一些腥臭味 而當時九龍城寨的住戶 其實他們不以為意 他們以為是魚蛋工廠那邊 發出來的腥臭、惡臭味 其實都持續了幾個月 終於在八月份的盛夏那時 有一家的住戶頂不住 真的走了去報警 說了這些惡臭是有一些特別的味道 之後當時有兩名的警員到場去了解 正正的單位就在四號樓的位置那裡 他們去到現場有一個老差骨 他很聰明的 他聞到一股味 明顯就在四號樓的位置 單位那裡傳出的 但是那些臭味呢 以他的經驗來說 那些是絲臭味 所以他於是在這個單位那裡敲門 拍門 拍了一會兒都沒有人認 再等一會兒 終於有個小女兒開門 而這個小女兒 大約當時是六至七歲左右的小女兒 當個小女兒打開門那一瞬間 屋狼的層面都供了出來 另一個警員即場馬上吐 當時的腦策骨都鎮定 就問個小女兒 你家裡有沒有這些大人在 然後小女兒又說 我媽媽身體不舒服 於是便去了房間休息 那兩名警員終於入到屋內了 聞到是非常臭的 而且他們發現了屋內 原來還有一個小女兒在 相信是他的妹妹 之後他看到一個房間 關了一扇門 他們就開門進去看看 誰不知 就真的發現了 裏面有一具女性的屍體 全身已經是發黑 還有一些屍水滲出來 相信這就是他們說的媽媽 就不明白為何這兩個小女兒 在這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內 都聞不到一些臭味 或者是不管這些臭味 而且不知道她媽媽原來已經死了 剛才開門的小女兒 突然間跟他們說 媽媽說不舒服 叫他們吃完飯之後就上學 之後那個警員就覺得好奇 媽媽已經死了 怎會再叫他們吃飯之後上學呢 之後他們去廚房那邊調查 怎知道就發現了 真的有個臭腸蒸飯 還聞到一層飯香和臭腸的香味 是剛剛弄好的 那警員就問那小女兒 誰弄飯給你們的 那小女兒就說 媽媽 剛才她煮完飯之後 身體就不舒服 回到房間休息了 如是者之後 那兩個警員調查發現了之後 發現那位母親原來是非法入境者 所以一直都沒有外出 不知是否因為沒有外出 而有病看不到醫生 而根據一些街坊描述 其實他們沒有任何親戚朋友 過來探訪他們 以及他們都從來未出過 債城外面的世界 而這些臭味 其實已經傳出了幾個月 大家試想一下 究竟這幾個月時間 她媽媽死了 究竟是哪一個大人去煮飯給他們呢 而如果真的有一個大人煮飯給他們 又怎會不知道有師弟在裡面 以及房內 屋內 那麼醜都不報警呢 其實有點奇怪 而最後那對姐妹 也送了去社會福利機構那邊去照顧 當然這個傳聞 我覺得真是無從稽巧 始終她相隔的時間 都是非常之久 讓大家去判斷一下 在開始講第二個鬼故之前 我在這裡試一下用EMF 那現在這裡會不會有靈界朋友在這裡 我想問這裡有沒有靈界朋友在這裡 如果有的話 麻煩可以透過這個EMF給我反應 在這個艇看一看 這裡暫時沒有反應 我們試一下去那邊 有沒有靈界朋友在這裡 唉 剛才有些聲音在這裡 在草叢裡面 我想問這裡有沒有靈界朋友在這裡 如果你們在這裡 可以透過EMF跟我溝通 很冷 這裡就是九龍城寨公園的夜晚 大家還可以看到這裡 哇 很多一些我想相當之有 內歷史年齡的樹 我試一下用火柴人先 哇 一用火柴人呢 這些位置很明顯 有靈界朋友在這裡 那些柱有位置 那些柱有位置 大家看不看得到 很多個巨型的科柴人在這裡 不知道樹上會不會有呢 這邊 之後這邊 還有部分的居民 剛才顯示都是登柱的位置 但是剛才在後方的位置 那裡 就明顯有很多一些巨人的火柴人在這裡 之後這裏九龍城寨 第二個鬼故事 也是非常出名的 話說當時當年的1993年 其實九龍城寨已經在清擦 當時還有部分的居民 還住在這裡 有一部分是還未拆的 據說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 是1993年 某一天的凌晨3點鐘 當時發生的 當時有兩名警員 在附近外圍那裏巡邏 當時他們打算是吃宵夜的 他們吃吃吃宵夜 突然之間電台call 就說有人報警 說的是九龍城寨裏面 5號樓 1444號室的單位那裏 報案 當時那兩位警員 分別為一個肥的警員 另一個瘦警員 當時他們兩個接了call之後 肥的警員 已經吃完所有的宵夜 但瘦的那個還未吃完 但是肥的就自個分憂 我先走 始終報案的案件 不會說很緊急 所以單必都沒問題的 那個肥的警員 其實他差不多要走十多分鐘 才到他報案的單位那裏 案例也是拍門敲門 之後有一個 年輕的女生開門 之後那個肥的警察 問他是不是報警 那個年輕女就說 我和我媽一起住的 但我們沒有報警 之後那個肥的警察 問多幾句 誰不知呢 他媽媽突然之間 撲了出來 令到這個肥的警察 暈倒在那裏 那時間回到瘦警察那裏 他吃完宵夜之後 埋完單 他就收到那個肥的警察 報 就說他當時搭了那裏 上了5號樓 那他就報回給那個 壽警員告訴他 這裏沒事 這裏確認了 沒事了 那之後那個壽警員 就慢慢走過來 誰知道 恐怖的事就發生了 那個壽的警察 走到腹腳 看到找到5號樓 這裏原來是荒廢 是沒有人的 他就想 怎麽可能有人報案 怎麽可能有人報警 還有第二件事 這裏是沒有電 所以正常是沒有升降機 可以搭到上去的 但為何那個肥警察 又說搭升降機 上去5樓那邊呢 這件事就真是白思不得期待 所以那個壽的警察 決定親自上去看看 究竟發生什麽事 上到這個5號樓 1444號房的門口 見到很奇怪的事發生 門口有鎖的 他有一條鎖鏈鎖住了 那肥的警察在裏面 他怎麽進去的 於是他又報上電台 叫總台那邊 要求增援 之後他們那邊就派了5號警員 過來去幫忙 到場之後 剪了把鎖 開了門之後 都還未見到裏面有人 因為裏面已經是空無一人 完全沒有人 是方斃了很久的時間 之後到另一扇門 開完之後 終於見到那個肥的警察 警察暈了在裏面 之後他們就救他出去 那肥的警察在醫院醒了之後 他就益上當時 他真的搭了一部電梯 上了去5號樓的位置 而的確實 他見到1444號房的位置 是燈火通明 更加離奇的是 警方調查了這個報案電話之後 發現了這個電話 其實在十幾年之前 就已經停用了 沒有用到的了 還有進一步翻查一些資料 發現這個1444單位 裡面的確以前是住了兩母女 但因為這個年輕女 她感情出現了問題 她和媽媽去吵架 最後就想吊自殺 媽媽之後也是癡了事 始終這些鬼故事隔了相當長的時間 很難再找一些人證物證 證實它究竟是真還是假 但的確實是 九龍城寨這些鬼故事 的確是內人塵味 鬼故事就分享到這裏為止 喜歡的朋友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按下個鈴鐺 有甚麼信任隨時通知你們 記得訂閱我的Facebook 和IG和Telegram 下集再見 Bye Bye JASON H Là